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3号星期二 美国政府现在在周一 起诉两位中国公民 叫田银银和李嘉东 说他们合谋洗钱 和非法经营的汇款业务 说朝鲜黑客在2018年 侵入了一家的虚拟货币交易所 窃取了价值 2.5亿美元的虚拟货币 就是比特币 然后在2017年到2018年 田银银和李嘉东 涉嫌为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 比特币的进行洗钱 等于帮他们就洗了一部分 就是说没有都交给他们洗 他们两个在帮他们洗 谁金正恩同志 他在外国留学过 他是非常喜欢很多外国的东西 据说他还很喜欢苹果产品 喜欢奔驰叫车 喜欢抽血压 喝外国的养酒 这些东西 因为美国对他经济制裁 他都买不了 买不了之后怎么办 然后他还没办法挣外汇 他就派了好多人出来 以国家的名义 出来就帮他 就是说反正想尽一切办法 帮他就是能骗就骗 骗不了 就偷不了 就抢 反正就是玩命的 弄这些外汇 弄了钱之后 给他买一些东西 当然不光是给他自己 也给韩国 韩国也需要 反正他发展武器的时候 需要一些外国的一些科学技术 或者一些资源 什么的 他要花钱买 这个其实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从这 我也要说 这种东西 其实也是价值观 是标准不一样 据我们所知 当时中国的孟晚舟 在加拿大被捕了之后 中国逮捕了一个叫康明凯 还有一个叫Michael Michael那个人 做的什么工作 实际上也差不多 Michael就是专门的 跟金正恩是好朋友 多次见金正恩 帮金正恩做生意 帮金正恩挣钱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金正恩搞好了关系之后 也在为 就是说咱们也承认 他也为 就是说美国 或者是加拿大人 如果在朝鲜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他作为一个 就是跟金正恩的这么一个关系 一个渠道 去跟他可以是商量 然后私下的解决一些问题 那么美国和加拿大 就认为这个人 是对美国加拿大有好处 有帮助的 一直就没有 就是说抓这个人 中国就把这人抓了 中国就说 你既然说孟晚舟 因为你在制裁伊朗 你说孟晚舟跟伊朗做生意 违反了你的行为 你美国也一直在制裁北朝鲜 我们把康明凯 把这个Michael抓了的话 Michael不也是在跟北朝鲜做生意 我们也能抓 所以这个事 你懂我意思吧 他说不清楚 但是我们很清楚 Michael和康明凯 是在加拿大政府工作的 生意人只是他的一个幌子 就好像在海外 有很多中国的生意人 做生意是一个幌子 他们实际上什么总参二部或三部的人 你知道吗 等于实际上 就是说私下里来讲 是为国家服务的 都是有这么一种情况 有没有意思吧 所以我觉得你要抓的话 你不能光炸中国公民 是吧 像Michael那种 还有有很多 其实在跟伊朗 或者跟北朝鲜做生意的人 实际上是在为塞 设计取报 情报的 对不对 你抓不抓 对吧 这个事 反正这么个情况 好吧 大家自己去思考 好吧 今天这期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